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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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放假了 我們這一次來到的是 桃園的楊梅 楊梅 妳是桃園大紀人是不是 對 現在是我的家鄉之一 真的 妳家好大 妳知道我每次來到楊梅 我都會覺得充滿自信 然後整個人都充滿精神 妳知道為什麼 因為 沒錯 沒錯 既然我們要楊梅土氣 這次我們要來一個 超豪華 超感性 超知性的兩天一夜之旅 豪華 感性又知性 妳知道在楊梅有一個修剪指標 就是 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我們要去打高爾夫球 好不好 來 手借我 這兩天一夜行程 妳知道為什麼我叫妳穿這麼帥 這麼美嗎 對 妳覺得還特別膠帶 要穿得漂亮一點 為何 因為它這邊有個藝術花園 就是給王美王帥 專門拍照用的 然後接著我們就認真去打高爾夫球 OK 妳之前有打過高爾夫球嗎 沒有 這次妳會得到專業的訓練 沒有 然後接著我會帶妳去 逛眼看去就是滿片綠地 然後玻璃微墨 還有水晶吊燈的餐廳用餐 看起來很浪漫 真的 然後更浪漫還沒結束 更浪漫是我們今天要入住到 可以看到滿天星星月亮 太陽的景觀 好嗎 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第二天一大早 帶妳去一個 有百年高炳店成立的觀光工廠 去了解高炳與台灣人的故事 然後最後當然要動手一下 對不對 我們去木工坊 去做做小木工 然後做一個精美禮物帶回家 聽起來很豐富 這兩天一夜行程還可以嗎 期待 會 會 怕了嗎 那我們就一起來 一 二 三 有了 這球漂亮嗎 是 OK 而且好像比較直 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在2011年引進美國的LPGA 在這邊舉辦 雅妮我們的選手 建國100年很有意義的一個冠軍獎盃 留在台灣 是 就好像真的來到我自己要結婚那一天 是不是 妳看 剛剛還沒有感覺 一走進來音樂一響起 那個感覺就來了對不對 真的 GO 藝術花園 天啊 妳看 這個藝術花園剛剛講 它這邊就是有5600平方公尺 這麼大 1200多的植物 現在會動的 像這個摩天輪 這很酷 會動的摩天輪 應該是排行榜第一名吧 這個非常非常受歡迎 對 它是我們的摩天輪系列 老師 為什麼 我的 你的木屑會噴漿 我的木屑都會噴漿 老師 它這個 我噴漿 看起來很可口 你看看 這裡像是一般打高爾夫球的地方嗎 來到這裡很像來到一個夢幻花園的感覺 想不想認識這個夢幻花園 我已經等不及了 當然要認識一下這裡的大家長 好 黃總 黃總妳好 你好 草莉好 靜雲好 黃總 這個地方厲害 我知道我們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聲明遠播 這裡是曾經第一屆 LPGA辦 而且是我們台灣之光 增養妳奪冠的地方 沒錯 這個高爾夫球場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在2011年引進美國的LPGA 在這邊舉辦 因為我們的球場是一個錦標賽的球場 所以我們在第一年 2011接連1 2 3 我們連續三年就辦了LPGA的比賽 盛況空前 然後來看的人 大家都激起對高爾夫的熱愛 雅妮我們的選手 建國100年 然後很有意義的一個冠軍獎盃 留在台灣 是 我們的球場是18度的 錦標賽的一個球場 其實球場的難度 可能跟外面的球場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的球場 波度也比較大 球道也比較寬 距離也比較遠 所以 再加上我們也不是單純 就是一個球場 我們希望把我們的球場 變得景觀很漂亮 所以我們在每一棟 我們也都種植了不同的植栽 在不同的季節裡面 也都會有不同的花 像來到這邊就有來到家裡的感覺 是 我們這一邊 除了有高爾夫會員之外 我們也有800多個家庭 是我們的休閒會員 在這邊會員 我們從很小的時候 我們會員很多小朋友 我們都是從幼稚園沿路 看到他現在到國外去留學 成家有的人就回來這個地方結婚 其實就很有意義 真的是這裡第二個家 沒錯 非常適合全家大小 就是從小時候到結婚 全部都在生活過程 都在這邊進行的 人生每個階段都在這邊請教 沒錯 很多人退休了以後 他每一天也是早上來遊個泳 然後在這邊散散步 太棒了 中午簡單吃個飯 然後回去 其實它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後花園 在這個地方 它不是只有花或樹 或者是你一般看到的植栽 你們等一下也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廊道 種滿了百香果 結滿了百香果 那妳有看到後面這個 有 我知道 因為我剛剛就是想說 其實我們穿這樣 特別就是要來拍拍照 對 打牌一下 來這邊也必開箱這個 叫做水晶禮堂對不對 沒錯 我們這個水晶禮堂 也剛剛落成沒有多久 是 加上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會員的小朋友 我們是看著他從小時候 一直長大 他們到國外去念書 然後回來的時候 他們很希望我們這個地方 有一個是可以比較戶外 比較像國外在婚禮的一個感覺 是 所以我們也剛好有這個場地 我們就花了一點心思 然後把這個禮堂建起來 那我們就好好地去享受一下 這整個過程 好 沒問題 你們慢慢來 多多拍照 走 一定要拍的 你不要再哭了 雖然我嫁出去了 但是因為我不會煮飯 我還是會每天回家吃飯的 我哭不是這個原因 我哭的原因是 我真的明明穿這麼帥 為什麼我不是演戲了 為什麼 導演也太過分了吧 爸 真的是 好啦 為了要介紹這個水晶禮堂 剛剛真的很有感覺對不對 感受一下婚禮的氛圍 妳剛剛進來什麼感覺 真的耶 就好像真的來到 我自己要結婚那一天 是不是 妳看 剛剛還沒有感覺 一走進來音樂一響起 那個感覺就來了對不對 真的 如果能夠在這裡結婚 真的太幸福了 它就是真的可以在這邊辦婚禮 超美的 還有這個水晶吊燈 還有你看這個 浪漫的粉色系的玻璃圍幕 玻璃圍幕 這個陽光灑進來 這個粉紅泡泡的感覺 妳就感覺 對 妳就是在粉紅泡泡裡面了 是不是 太美了 有一天妳就會真的來了 好不好 希望 我們先來假裝來拍照一下 好不好 來 幫妳拍照 最美麗的新娘 好 比較之下我覺得還是 比較適合讓妳當爸爸 好 那這邊拍完了對不對 對 那還有很厲害的 就在外面 好 妳去看一下 步遠走 妳看這些Happy Birds 它們要去哪裡 全部都往同一個方向 因為它們要起飛到 那邊 Go 藝術花園 天啊 妳看 這個藝術花園剛剛講 它這邊就是有五千六百平方公尺 這麼大 一千兩百多的植物 除了植物以外 還有很多新奇好玩 值得妳自己探索 所以當然我們就拿著手機 一邊拍照 一邊探索吧 好 好不好 走 那還是用飛得過去的 飛 飛 這真的很漂亮 妳看這個 這個龍鳳多 這樣有QR code 我們弄一下 搜一下 出現了 真的 妳看 小僑木 它原產是中國 日本 然後從外觀樹 就像珍珀 一種是綠色 另外一種顏色是黃色或乳白色 這邊講好詳細的介紹 真的 很厲害 而且它還講園區內有多少數量 50株 妳看 妳看 這個 也太可愛了吧 它這個大理石的動物雕塑很酷 這是 這是什麼 不是三隻小豬 它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妳知道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牛年的時候 應該是只有牛 扭力全排 對不對 然後還豬年的時候 就是那個 有什麼 吉祥如意 然後接下來可能要再放 其他動物在上面 十二生肖這樣疊上去就對了 越來越吉祥 對不對 原來是這樣 這裡面有好多雕像 好夢幻 好歐式 真的 你看 這就是妳的城堡了 來這邊 二話不說 當然要先拍一張 馬上再拉一張 真的 這個也太厲害 在城堡裡的公主 歐洲的街頭 到處都是這種馬賽克平貼 真的 然後又像土耳其的那個熱氣球 這感覺真的很棒 好像很進去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這是硬的好不好 這是硬的 我們 它這個好像 整個周 周遭都是我們去看一下 另外一邊好不好 好 走 沿著這熱氣球 看一下 很漂亮 你看這個 這是不是超大型的捧花 剛剛妳在演教堂戲 的時候應該就拿這個 應該要先來這邊抱捧花 可是這應該有點難進場 難進場對不對 而且你看後面這個 芳香萬壽菊 芳香 所以 這周圍全部都是不同的香草 真的到處都是香草 好酷 有那種幸福的感覺 剛剛是城堡 現在整片花園 後花園 對 這真的是後花園 好像自身在畫裡 我覺得那個楊梅人真的很幸福 一下子就可以來到這邊 欣賞這些美景 真的是楊梅人的後花園 對 真的是楊梅土氣 來 趕快 再幫妳這邊拍一下 好 來 今天配合今天天空很好 是不是 這藝術花園 簡直就是一個美麗的戶外攝影棚 每個角落的設計都別出心裁 簡單擺個姿勢 在這裡人人都可以當王美 好好看 不錯 怎麼拍怎麼美 真的 真的很漂亮這個角色 很想進去看一下裡面到底是什麼 公主 您想進去看看嗎 您是不是 對 我不是蘑菇人或是瑪莉歐都可以 夫人就對了 當然是夫人 我們就跳進去吧 走 沒想到城堡裡面進來 竟然是游泳池 公主 其實我們這個高爾夫俱樂部 不是一般的高爾夫俱樂部 你記得那個黃總有說 這裡有很多 30多種的休閒設施 室內溫水游泳池 對不對 我們還有健身房 但是今天不是帶妳來健身的 不是運動 是帶妳來做 手指暖身 妳看這是什麼東西 妳看這個 天啊 好多好可愛的多肉 為什麼在游泳池 會有這麼多多肉 對 我也是很想知道 到底 難道這邊是DIY小教室嗎 沒錯 這也是我們這邊的特色 Peter老師 您好 妳好 妳好 老師就在這邊等我們 我們今天 一進來這個游泳池 發現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多肉植物在這邊 這些多肉植物主要是呼應在 雅園區 有一個熱帶沙漠植物區 你不僅能逛 熱帶沙漠植物區跟雅園 還可以帶一些 屬於自己的多肉植盆回家 好溫心 就是外面看了很喜歡 在裡面也可以自己動手做一下 對 那就讓我們好好挑個 又圓的盆器 以及心中喜歡的多肉 挑選完後 我們就來打造 心中那盆美麗的植栽藝術吧 選好多肉後 我們現在要手指來暖身的DIY 但是在這之前 我要先問老師 老師他太貪心了 他這麼大窩 還拿一個這麼大 怎麼裝得下 老師 我們要裝得下吧 這樣子是裝得下 沒問題 真的假的 怎麼裝得下 可以 真的要考驗技術了 是的 我的也好了 完成了 我的也好了 來 拍 就OK了 你真的太繽紛了吧 老師 真的 這樣就完成了對不對 好療癒 很療癒 那我要問一下妳 妳挑這五個 對 五個 妳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五個它是五福臨門 而且我五個都是不一樣的顏色 就表示生活多彩多姿 很會 是 那你這個是什麼 我這個可是精挑細選 明年是虎年 所以我選了一個金 金虎要長壽 不是那個壽 長壽 減肥的壽 妳再怎麼吃都可以壽 對 金虎年壽 還這麼厲害 厲害了 很多人要跟我拿這個 這個就 拿一千塊找我 確定 開玩笑 你看 你看我們這個什麼衣服 化完妝好像感覺不一樣 不知道為什麼穿了Polo衣服 就戴這個小白帽 感覺自己高爾夫球就變超厲害 很專業的感覺 可是我之前沒有打過 妳沒有打過 這是我第一次 妳真的很幸運 妳真的超級幸運 妳知道我這次幫妳找到這個人 這個大師很厲害 她可是女子高爾夫球協會理事長 而且她還是從 國家級教練 太榮幸了吧 一日國手 天啊 我們來認識一下 劉教練 劉教練妳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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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有大名就好 謝謝 妳看我們劉教練很厲害 從民國68年就開始當國手了 對不對 是 不急要開始了 劉教練 那幾年就麻煩妳了 請妳開始指導 我們來切抽 來 好 就在劉教練細心 耐心 用心的指導下 我們很快就進入狀況 學好如何握肝 靜宇就由妳先開始練習揮肝吧 OK 好 膝蓋圍彎 OK 大概用三層的力量上肝就好 好 到這 對 對 好 OK 對 打出去了 打出去了 剛開始的時候也 很好 剛開始的時候要求不要那麼多 就首先先能夠打到球 慢慢的你就會找到 打到球的那個時間差 那個時間 那個叫節奏 屬於妳自己的 那我們再給她一次機會 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 老師 那我剛剛那一球哪裡可以再改進 就是哪些 就是說 剛才的感覺就是說 妳還是有一點不放心 妳會把那個力量還拿在手上 妳沒有讓妳的肝子 像身體一樣 對 很流暢的 很流暢的 動線還不夠順 對 好 那我們再來吧 肝子要很流暢的 好 地方出去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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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漂亮嗎 是 OK 而且好像比較直 很厲害 很厲害 成功 請問什麼樣的感覺 妳剛才碰出去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 剛剛打出去那一刻 我覺得我的整個人 跟球桿融為一體 是 的那種感覺 放心地把力量交給她 身心合一 真的 難怪打高爾夫球會上癮 是 那個摰出去的那個感覺 其實心裡就感覺好像戀愛了 是 很棒 而且有把煩惱就記錯在上面 拋得遠遠的感覺 那我 所以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高爾夫球界裡面會有一個感覺 是不是 健康的一個身心靈 真的 是 教練形容 高爾夫是綠色鴉片 真的是太貼切了 我越打越起勁 心情愉悅的感覺 都不想停下來了呢 查理 你也快來試試看吧 加油 好 來 對 好遠 超級棒 超強的 沒有 很難吧 沒有 我覺得真的是 有教練的指導 教練教得好 因為我就覺得 因為我以前有學過舞蹈 但我後來放棄的原因是因為 老師太嚴格了 沒有 但是妳們一直在循循漸漸漸 給我一些鼓勵 愛的鼓勵 我好像已經在潛意識中 已經看到我打出去了 謝謝 那我這個已經完成了嗎 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去做下一個階段 推桿 推桿 進洞那一桑呢 妳說要上國嶺 對 更進階了 對 更進階的 進階版 好 這個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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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請 我要請 現在上了國嶺了 老師 老師 您在幫我們 是 是 因為國嶺是最重要的 對 學習高夫 這個18洞 每一洞都要用到的 就是推桿 推桿 對 老師 那我們現在要來練習推桿 它有什麼小訣竅 這樣我可以比較容易上手 我們的球桿上面有一條線 對 那妳對齊的 妳要瞄準的地方 好 妳 放好了之後 然後那個直線推 這樣 輕輕的 對 老師 妳的 中擺 妳真的是 看老師就覺得很簡單 對啊 沒有那麼簡單 不會 那我來試試看 然後我的點點也要對準 對 嘴指 這樣子 對 順順的 太大了 太大了 太大力了 這個 妳這個叫敲桿 這個叫敲桿了 所以要推一次 要推桿 碰一下而已 對 不要敲球 好 再一次 我們不是打槌球 我們是打推桿 好 推的感覺是不是 對 真的 老師 我這一次就是非常專注在球 對 然後我的這個球桿上面 有沒有對準那個線 對 然後出去它自然就會進洞了 對 就是這樣簡單 好奇妙 金宇推桿推得不錯 很有天分 看得我手也超癢的 那我也要好好來享受 推桿進洞的快樂 準備要來吃晚餐了 好期待 那妳知道真的很期待 妳先看這個牆壁 有沒有人覺得好像來到歐洲的感覺 對不對 很貴氣的感覺 很貴氣 來 更厲害了 來 把眼睛閉起來 很厲害 閉眼睛 對 閉眼睛 來 閉眼睛 不能偷看 來 準備 超厲害 好了沒 好 張開眼睛 這個景觀很厲害 是不是 有點太華麗 太浮誇 對不對 你看這個 歐式超巨大的水晶吊燈 超浮誇 對 很像在看歌劇魅影 對 等妳有一天真的 要結婚的時候 這位彥客都可以來這邊 真的可以在這邊辦 對 先來見識一下好不好 先吃吃看這邊菜式 好 先吃菜 試菜 走 妳看看 這麼豐盛的 超豐盛 它可是有主廚團隊 三十多年的經驗 今天是主公 就是讓妳吃到什麼 是正宗的中式餐 太厲害 那我就先來 先試菜 好 我試菜的第一個就是 我的最愛 這個 好多菇菇 菇菇人的最愛 百菇飯 百菇飯 妳看看 妳看 這麼多菇 妳很愛 妳很愛 妳的很厲害 我也是 妳知道我超級愛喝酸辣湯的 真的嗎 真的 妳從小就很喜歡 它酸辣湯很不簡單 妳先喝一口 現在有雞湯的味道 妳講到重點了 這裡其實講求非常重養生 它不會加味精這種東西 它都是會用天然的食材 去產生一種香味 你說所有的菜嗎 先講我剛剛的香菇飯 百菇飯 它就用香菇的香 讓這個飯變得更香 更濃郁對不對 很厲害 然後妳這個 一般妳應該絕對有吃過 我沒有喝過 有就是雞湯濃郁的那種味道的 的酸辣湯 酸辣湯 很驚豔 燉了兩天一夜老母雞 當然厲害 好厲害 真的 而且會越喝越有精神的感覺 對不對 真的 太幸福了 這一碗 再來這一道 這是我喜歡吃的蜜地瓜嗎 是很像蜜地瓜嗎 妳先吃一口看看 我的天啊 這是松阪豬 黃金六兩肉 沒錯 一隻豬只有兩個部位 你知道嗎 好珍貴的 六兩肉 但其實有一個厲害的菜 它也跟它松阪豬碰在一起 它就變配角了 你是說讓松阪豬變配角 來 妳吃吃看這個 這個 蘿蔔乾 客家蘿蔔乾 是竹竹他們自己去弄的 自己去曬的 這個保有一點水分 而且咬下去 就是它有 它切得很厚 但是咬下去之後 它還有裡面有一點QQ的那種感覺 真的變配角了 但是它就算是配角也是很厲害的配角 真的嗎 我從來沒有想過 松阪豬跟蘿蔔乾這麼搭 對 在高貴典雅的餐廳用餐 主廚的用心 讓我們在豐盛的佳肴中 不斷沉浸在味蕾的驚喜裡 還可以嗎 那送妳一個禮物 什麼禮物 還有禮物 希望這可以打進妳胃 這個是 高粉腹球 造型巧克力 巧克力 真的很棒 這麼喜歡打小白球的人 還可以吃小白球 好享受 妳這個可以帶回房間吃 帶回房間吃 我說這個房間超豪華 又是一個景觀很好的套房 去看一下 吃完我們去看 好 來 打擾了 這就是妳今天晚上入住的地方 厲害的是什麼 妳看 這個房間 這個屋頂跳高多厲害 真的好寬敞 妳看妳的單人床 多豪華 兩張超大的單人床 很像國王跟皇后住了對不對 還沒完 來 這一請 來 公主請 這是我的寶座嗎 來 請坐 請登上公主寶座 公主 我要為您揭曉 無敵景觀 妳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這是我們今天打球的練習場 練習場 然後下面這是藝術花園 這感覺好棒 妳看 今天我們一整天這樣行程下來 然後妳又看到今天 玩過的一些場景 妳會覺得心境又不一樣 我沒有想過可以在球場 可以待一整天 而且這麼好玩 而且真的很像在住在家裡 自己的另外一個家 對不對 真的 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也有驚喜 妳知道它這邊的咖啡廳 明天吃我們吃早餐的地方 早餐嗎 當年那個自助百會 吃到飽 然後妳也是一樣可以看到景色 漂亮的景色 就是 太棒了吧 漂亮的景色陪妳吃早餐 可以嗎 第一次體驗高爾夫 也是覺得還滿好玩的 這是妳第一次 但是有一點小淚 妳看 妳好好休息一下 對 妳看 這個沙發多棒 舒服 整個人都沉下去了 真的 就這樣慢慢地 到明天 早安 早安 一大早 妳知道為什麼我帶妳來這邊嗎 為什麼 因為我帶妳來楊梅看楊梅 這棵樹是楊梅樹 楊梅樹 當初楊梅的取名 就是因為有很多的楊梅樹 原來是這樣 很特別 妳知道我今天帶妳來不只看樹 妳喜歡吃餅嗎 糕餅 喜歡 甜點後 傳統糕餅呢 傳統糕餅比較少 但是也喜歡 我跟妳講 現在傳統糕餅不一樣 嚇死妳 真的嗎 太多好吃 期待 今天要帶妳來的這個是 由一根餅蛋傳承百年紀憶的 糕餅店成立的觀光工廠 對 而且這觀光工廠很厲害 光是它的建築 就讓妳眼睛為之一亮 光建築就這麼厲害 真的是傳統集合創新 又環保 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去看看就知道 好 走 孫晨老師好 好 警察理 警察的好 我們一直有心中的一個疑問 就是我們傳統糕餅店 為什麼建築這麼的時尚 對 而且還非常地環保 老闆在於環保綠建築這塊 他覺得非常地 對小朋友有教育液 所以他後面才蓋了 我們身後的這一棟綠建築 它有非常大的一個玻璃帷幕 的設計 整片 其實它來講 它就是會有一個採光的設計 可是採光高了之後 熱能也會進去 對 那覆塵的話是說 兩片玻璃的中間 它有灌上所謂的一個 惰性氣體 更能阻絕熱的傳導 所以達到日常的一個 節能的效果 就可以省電 在這邊 我們一代的綠能也用到 我們的風力發電系統 風力發電 您說的該不會就是那個 在後方這邊 我看了一個風車 我們過去看一下 OK 風力發電 我剛剛一開始來 以為是裝飾用的 沒有 測風速的 測風速的 老師 妳是說它嗎 好酷 沒有錯 一開始我們這是原本設置 在我們館的右上方 這個地方 它就是有做我們廁所的一個 電力來源的一小部分 只是說風力發電是一個 非常好的再生能源 只是說它有一些限制 譬如說風太小轉不動 風太大也不能轉 會壞掉 後來我們覺得 考量各種因素之後 我們又設置了二代的一個綠能 就是所謂我們樓頂的太陽能板 所以最早第一個就是 裝了一個這個風力發電 對 沒有錯 好 帶你們進去 好 在生活館裡 竟然看到我小時候在家裡 看到的禮餅和包裝 除此之外 也親眼目睹 早期製作喜餅的模具 接著 我們跟著老師來到了文化館 好 現在來到了我們的生命禮廚區 生命禮廚區 這個是人從出生 到每個階段不同的那個對不對 習俗 高餅也在我們以前人 一生中辦也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是 不然它出生 成年到結婚 都會用到這樣子 各式各樣各種的一個高餅 那舉個例 如果我現在生出這樣 什麼雙生那麼黑 我的抱歉天 那它一出生 對不對 那你說它就是會 有什麼重要的儀式要給它 OK 慢慢來 一開始會先遇到我們的滿月 滿月 滿月 就會有滿月的明月的油飯 明月的蛋糕等等 再來滿月之後就來到 四個月 四個月 我們往後面這邊看 好 四個月的時候就會 看到這個 沒有錯 就是這個 它收口水對不對 對 因為小朋友這四個月的時候 開始牙齦 開始長牙齒 會癢 喜歡流口水 我們就幫牠收口水 就會有親戚長輩這樣抱著 摺一塊餅乾 沾沾牠的口水 跟牠說祝福的話 接下來呢 下個階段 讓我們往後面再看一下 就來到了我們的 周歲 周歲算是小朋友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節日 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來講 就會準備12樣東西 12樣 因為小朋友這時候 牠已經有行動的能力了 但是牠沒有一個表達的能力 我們就會讓牠去抓 代表牠的可能一個個性 或者是牠以後可能的興趣 體驗了 後面這邊來看看大家體驗一下 還有一個 體驗大抓抓的 小朋友來就會瘋掉 那我來體驗一下 富翁 等一下 怎麼了 妳剛剛不是 怎麼了嗎 沒有 富翁 差一點點 我是富翁 尺是裁縫師 然後前壁是富翁 也可以說是建築師 建築師 其實賺得很多 沒有 我想要當富翁 真的 什麼都不想做 就是想要當富翁 真的喔 很好玩 我也轉一下好了 好 你試試看 孩子 我們就一起轉吧 好不好 來 算是那一個 梳畫家 藝術型的人 畫畫拿筆的 作家 其實我真的有這方面的天分 對 就是至少 小時候想要當漫畫家 有 我想起上次 妳把酒杯化成雞腿 對 很棒 真的 好了 我們抓抓完之後 下一個階段會經歷到人生什麼 就大概是成年禮 比較大的 成完年禮完之後要幹嘛 成 就要結婚了 沒有錯 這麼快 這麼快就跟你說拜拜 然後結婚完 又再剩一個 沒有 又有一個巡迴 再去收口水 真的 那結婚可以怎麼樣體驗 來 我們現在到我們下一個區區 好 往前這邊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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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武招勤 我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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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捧瓜 好 還沒結束 還沒 都可以殺球 好像不是這樣玩 不是這樣玩 是不是 老師 不好意思 是 突然就排球魂就出現 對 這個我們剛剛做的這個是 丟捧花是這樣是嗎 以前 應該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到了一定次婚年齡的時候 她沒有一個對象 或是相親的一個對象的時候 她剛好又是一個有錢家的女兒 她就會在農曆的8月15這一天 搭建這樣一個招勤台 中秋節 對 叫做什麼 月圓人團圓的時候 才可以做 對 這邊 我們可以體驗到就是以前的 這個叫招勤台 這種感覺 其實還可以有一個 可以讓大朋友 小朋友都瘋狂的 DIY課程 對 沒有錯 等一下就帶你們一起去參加 我們雖然最熱門的手作體驗 為什麼 我們就這邊請 好 你先換一下好了 先換一下 穿這個 還想再玩一下 還是超好玩的 自己的DIY課程非常中富 沒有錯 老師 我們這個DIY要做的是什麼 這次我們做的是我們的 關於聖誕小屋的部分 聖誕小屋 聖誕小屋 它跟薑餅屋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的這個餅皮 它是沒有加薑在裡面的 所以就是原味的餅乾品 這原味餅乾 可以先吃吃看嗎 這是我的房子 好一塊 還我一塊 因為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有些小朋友 不喜歡吃薑味 這個就很棒 沒有錯 因為之前有提出 它有小時候的味道 有像小時候的那種餅乾 越嚼越香的那種 但現在我們除了這樣子平面 也有什麼 可以組裝起來的 好像是像房屋 房子這樣子 最重要是我們現在 連會動的 像這個摩天輪 這個很酷 會動的摩天輪 這應該是海洋榜第一名吧 這個非常非常受歡迎 是我們的摩天輪系列 但幸好老師你選了這個 好可怕 我覺得要做很久 所以我把你們選一個 比較簡單的 太好了 下雪了 下雪了 妳真的很有天分 妳是小時候常常玩薑餅屋是不是 我其實滿常畫薑餅的 像我自己 就是每次到聖誕節的時候 我都會買薑餅 餅乾 然後拿糖霜這樣畫 有時候我還會自己做餅乾 這個很細緻 這個又很耐心 妳這是什麼房子 這個就是 夢想家 對 歐洲小屋 還有階梯 而且還有階梯 移動式的 裡面可以藏東西 妳這個是 合掌車 日式合掌車 等一下妳的手 妳手是什麼 做薑餅做到流血 怎麼會這樣 不是 它看突然倒出來了 恰台用力了是不是 對 我這一看就知道 老師這一看就知道 是來自Japan 對不對 老師無言 點點的部分非常傳神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個 國旗 這好像昂谷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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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國旗 兩面國旗 在合掌村 然後還有我今天的紀念 非常和我的想法 對不對 非常有藝術前衛對不對 很厲害 老師 我第一次看他手作DIY 是自己完成的 好感動 因為可以 可以一起吃 對 親手製作薑餅屋 讓我整個人都療癒了起來 除了可以當伴手禮帶回家 也為糕餅觀光工廠之心 畫上完美的結尾 今天我問妳 平常在家裡 如果缺什麼桌子 雨子什麼事情 都是家裡誰來處理 這種應該都是我爸處理吧 妳爸爸處理 對 妳知道我們今天在哪裡嗎 楊梅 我們要學會 所以 怎麼學會 木板 今天帶妳來體驗做木工 以後有一天 妳就可以自己坐椅子 坐桌子 家裡的大小事 都交給妳來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做桌子了 當然沒有這麼難 沒 先帶妳來體驗一下好不好 從街開始 充滿愛心的木工房 好 老師已經在等我們了 我們去等他吧 好 走 go 妮可老師好 老師我們來了 妳們好 歡迎 我帶淨宇來體驗做木工了 剛剛查理有說 老師是一個充滿愛的 就是一個工作坊 我想問老師當初是怎麼樣 什麼樣的情況會踏上 木工職人這條路 其實我一開始只是想幫小朋友 做一些玩具 好棒的爸爸 我沒有想到 木工這條路這麼地 可以走這麼長久 真的喔 好 老師 那你們的作品在哪裡 老師你終於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現在這個位置 不是說要板出來 我們做的就是老師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了 這個全部是老師自己做的 是 老師 這個是用想法木做的 這是用台灣的普遍木 是 我覺得有個地方 你看摸這個的時候 都不會有那種 它超級平滑的 被刺到的那種感覺 是 這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的自然邊 自然邊 就是樹皮的部分 它其實還是要保留它原本的紋路 但是它修得非常地 就是不會 那麼粗糙 對 真的 而且我剛才搞這個 我們過來看它搞 這個是一個 木製壩台的概念嗎 咖啡壩台 該不會這也是你做的 是 這也太強了吧 老師 您的作品 真是太有趣了 讓我們心中的木工魂 也跟著燃燒了起來 請趕快帶我們去體驗吧 老師 我們要開始了吧 老師 我們是要去夜店嗎 為什麼要這樣穿 因為我們要裁切木料 那機具有噪音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 保護好我們的耳朵 什麼 保護好我們的耳朵 耳朵 我聽到 這樣真的完全聽不到什麼聲音 對 然後呼呼鏡的部分的話 是因為 我們在裁切的時候 會有一些木屑的噴發 它可能會讓眼睛受傷 所以我們要把它保護好 對 還有口罩嗎 對 口罩的部分也是一樣 因為會有粉層的產生 是 好的 我們現在這個機器是什麼 我們這台機具名稱 叫做角度切斷機 是 對 要換我來開始機的第一個步驟了 加油 加油 好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往下一點點 好 開機 按到底 好 慢慢地往下開 可以一點點很晚 對嗎 來 壓到底 好棒 等它停 完全停止 好 抬起來 第一片完成了 好漂亮 好棒 為什麼覺得現在才第一個動作 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真的嗎 那老師我也來切一個 屬於我自己的 好 換你 沒問題 好 那就換你了 那我準備要出發了 老師 我準備好了 好 那我們來採切吧 是 來 手先握好 好棒 好棒 我們等繼續停 好 抬起來 真的很有成就感 我已經做好我手機的底座 這樣接下來就完成了 沒有 接下來我們要把勾的部分 給做出來 這個 這個勾這個 這個在操作上是有一些難度的 老師 麻煩你 OK 謝謝 老師在鋸台幫我們解決 高難度的凹槽製作後 接著 鑽孔就由我們自行操作 鑽床來完成吧 我們現在 什麼 你現在要去太空嗎 很像有感覺 為什麼我們的裝備好像要去 我們又更升級了 我們現在下一步 感覺裝備越來越齊全 越來越多 好厲害 而且Nick老師說 我們要去做一個超療癒的 超療癒的 木工車床 這個木工車床大師 先生老師妳好 老師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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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為什麼這個面罩又換了 剛剛是眼鏡 現在又變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接下來要操作 是木工車床 這個機器在操作的時候 它的木屑在 會往我們人的身上 對 所以 而且它木屑會比較大塊 是 為了避免臉部被打到受傷 刮傷 所以有這個安全措施 這邊真的很厲害 什麼樣的防具 什麼都有 那妳來體驗一下 我現在來 OK 好 來 輕輕地 好 移動 老師為什麼 妳的木屑會噴漸 我的木屑都在那裡 老師 它這個 看起來很可口 這好像那個 還溫溫的 不好說 這就是我們操作的時候 需要練習的部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妳剛剛右手 由於緊張的關係 右手抬得比較高 然後它整個木屑都擠在上面 所以正常來講 應該像老師那樣 一直噴到自己身上 那個角度其實比較好 你也不用到這樣子 不錯 來 換一個體驗一下 好 我來試試看 超級療癒的 來 好 啟動了 好 好 來 輕輕地倒 點到 沒到 好 來 橫移 好 還沒到 右手低一點 對 好 進去 好 橫移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查理每次到那個尾段的時候 都有一點像吃飯給的 老師 為什麼會突然 這一段 是不是 因為它 你剛剛的刀數第二刀 它在動的時候 你不知道心情是突然想到 我抓到感覺了 你就給它衝進去了 對 就是這種 就變成凹下去了 操作木工車床 看著綿綿木屑 砰飛的瞬間 內心竟然產生了超數樣 超療癒的感覺 下一步驟就請老師幫我們塑形香菇吧 好 好了 天啊 完成香菇了 這麵也太舒服了吧 對啊 完全是用這個 對 那我們已經完成 我們手機架的裝飾了 那我們就去組裝一下 是 那接下來要請妮可老師幫忙 沒問題 謝謝老師 謝謝主廚 謝謝 用電烙筆 不疾不虛地寫上名字和塗鴉 最後組裝造型香菇 就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 老師 謝謝您 這個真的是很酷的手機架 獨一無二 真的 而且其實老師剛剛有說 我們今天其實挑戰的是一個 就是非常非常初階版的 是 但是可以深深感受到 木工 其實沒有很難 但是非常需要耐心 光一個小小的手機架 我們就大概花了 週下應該有兩 三個小時的時間 真的很酷 你看這整個這樣弄過來 戀愛中 戀愛中 這很棒 你真的很渴望 你不要誤會 我跟我們家狗 戀愛中是不是 對不對 你看多可愛 溫馨的一家人 對 然後這樣看片 看她的照片 真好的 狗迷 狗迷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真的謝謝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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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覺得有一種知性的感動 知性的感動 我從來都不知道桃園的楊梅 這麼好玩 對 我身為桃園人 我第一次到楊梅玩 這一次有很多的第一次對不對 對 第一次 打高爾夫球 沒錯 然後第一次自己體驗做木工 對 還有第一次在禮堂 你說爸爸牽著我的手 嫁女兒 好更多 對不對 還有什麼第一次 還有第一次什麼 拋繡球 第一次拋繡球 對不對 好 先不要 其實這樣講起來 好像這樣整個包裝 就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對 你看 在禮堂結婚 結完婚之後 找高筆 你要自己搬到新家 可以自己來手作你的家具 家具全部自己DIY 很棒 很棒 那我就問妳了 妳看後面這個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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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